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世界排名 第九十一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迪亚斯 这两位选手过去有过一次交锋 大板纳奥米在今年法榜 第二轮直落两盘击败对手 今日胜盘比赛中 比亚斯率先发手 将两局双方都占到了四十到四十 双方各自爆发战成了一到一平 随后两人的争夺陷入短暂的加持 前八局双方各自爆发战成四到四平 大板纳奥米在关键的第九局率先完成破发并竟跟着绑住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一六比四先胜一盘 第二盘比赛中 大板纳奥米在首局比赛就完成了破发 尽管迪亚斯在第二局迅速反破得手 但是随后的比赛完全进入大板纳奥米的节奏 日本名将随后在第三局和第五局连续两次破发得手并竟跟着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取得局分无比领先 迪亚斯在第八局破掉大板纳奥米的发球胜赛局 将局分追成三到五 但是大板纳奥米在第九局对手飞宝 不可的发球局中再次完成破发 从而以六比三再胜一盘 总比分二比零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全场比赛耗时一小时八分钟 大板纳奥米在第二轮比赛中的对手将是美国选手科林斯 后者在首轮比赛中熬转翻盘以六比二 三到六和六比三击败瑞士选手巴辛斯基 而在今日进行的其他女单手伦比赛中 西班牙选手纳瓦罗直落两盘 以6-1和6-0 亨扫哈萨克斯坦斯格赛选手普丁特赛瓦 白俄罗斯选手萨斯诺维奇 直落两盘 以6-3和6比1击败罗马尼亚老将布扎内斯库 杰克斯格赛选手斯尼亚科瓦直落两盘 以7-5和6比4击败比利时选手范乌因反克 克罗地亚选手马尔蒂奇直落两盘 以6-2和6比3击败杰克选手斯特里科尔 在率先开始的一场女单第二个比赛中 赛会训号种子的国美尼格尔格斯 在与乌克兰选手图苏伦科的交锋中战成6-4 负6和2到2是因为对手的受伤退赛自动晋级底田友 好 谢谢观看